週末在華沙特憲法廣場 有上千名在波蘭的白俄羅斯人 因為不滿白俄羅斯政府協助 俄羅斯的軍事行動 而發起反戰遊行 並且聲援烏克蘭 包括白俄羅斯流亡海外的反對派 領袖都到場來參加 請來看我們公視特約智者 在現場的觀察 是的 記者所在的位置 是華沙特憲法廣場 那其實可以看到後面聚集了幾百人 他們大多數都是白俄羅斯人 因為逃離獨裁的統治 來到波蘭 那其實今天剛好是白俄羅斯的 自由紀念日 他們有舉行集會 除了是表示對於自由的訴求之外 也要釋出反戰的訊息 反對在烏克蘭的戰爭 那剛剛稍早 包括白俄羅斯流亡在海外的 前總統候選人 都在這裡進行了發言 那也是反對獨裁政府 釋出反戰的訊息 那我們來看到他剛剛的發言內容 我會想像這個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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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總統的話除了訴求民主自由降臨在白俄羅斯 也希望在烏克蘭的戰爭可以趕快結束 那現場的民眾也是十分響應 那喊出的口號像是白俄羅斯繼續下去 這個國家可以繼續下去 那最重要的還有就是和平 盡快降臨在烏克蘭 以上就是記者在現場的觀察 我們將時間鏡頭交還給同內主播